明天啊 我们再一起大扫除 可欣啊 你能回到家来 爸爸真是高兴啊 可欣 可欣 没听爸爸说话 爸 爸 这五年来 你就没有打听过 天磊哥的下落吗 如果天力是你的女儿 那么天磊哥 也应该是你的儿子 对不对 你就不想知道 如今的他过得好不好 可欣啊 当时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你爸爸受了很大的打击 好长的一段时间 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中 那个时候的他呀 连一日三餐 都要我们大家照顾 那个时候 我们全家人都很难受 天磊也是 天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就回到他亲生父亲那儿去了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 我们就是再心疼 再舍不得 也无能为力 直到现在 我们也没有他的消息 爸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的 好了好了 大家都累了 应该休息了 展元啊 你先下楼休息吧 我帮可欣呢 把这里收拾收拾 我就下去 那你辛苦啊 没事 爸 晚安 可欣晚安 你为什么突然提起天磊 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我可警告你啊 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尤其是犯一疯 否则 否则什么 难道你再把我关到衣帽间里 还是让天力再开车撞我一次 你是非跟我挑战 就凭你 没那么容易吧 你以为你今天回来了 一切就没事了 也许 将来有一天 你会更后悔 你今天能回来 你是在威胁我吗 你说呢 如果你的话都讲完了 那么请你给我出去 我累了 我要休息 好啊 你是够累的 你这一天哪 找回了所有的一切 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吧 你是应该好好地休息休息了 你呢一边休息 一边好好地考虑考虑自己的形式 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啊 等范怡峰和天力结婚了 你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 你能 跟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下去吗 你给我出去 我也挺累的 一边休息 一边好好地考虑考虑自己的形式 早点睡觉啊 你又 Home 天力 就 rod受了 这种打击吗 你会不会自己的事情 你会不会自己的这样子 那吗 你能跟他们夫妻一起 生活下去吗 或许我真的不该回来的 天磊根 既然当年你就这样 把我给带走了 为何现在又执意 把我给送回来了呢 你现在人在哪儿 身上的伤好点了 好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怎么了 不舒服 再回来上班好不好 你之前设计那款围巾呢 在市场上造成很大的灰影 所以我想让你再回来上班 再来帮我 可是 不能说可是 只能说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 我就这么霸道 再说你早应该习惯了 我俩不是说好了吗 要永远在一起 等范怡峰和天磊结婚了 你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吗 你能跟他们夫妻一起生活下去吗 怎么了 真的不舒服啊 你们在干什么 这里是怎么了 我想请可欣回来上班 这里是我替她准备的个人办公室 我打算把公司的设计部门 交给可欣负责 设计部门 设计部门 不是你是由我来负责的吗 公司这么大 你要帮我负责的时间很多 请可欣回来帮你 这不是挺好吗 可是 你不能说可是 你只能说是 你只能说是 对了 可惜 明天就开始上班 一会儿全公司开个大会 我把你再跟大家介绍一遍 你不要说是 每天都会抓到